今屆立法會選舉在地區席選中 復原最廣闊和選民人數最多 有接近100萬的新界西選區 在錦田這個票站 就有820名選民被編配來投票 不少專民一早來到投票 而投票開始後兩個小時 已經有百多人投票 投票率大約是百分之二 選民普遍支持關注民生的候選人 一定是石幹營 關注哪類的事務的人會特別? 一般的民生問題 例如? 例如房屋、老人等等 關注民生 例如民生哪一方面? 交通、經濟 例如他很關注退休金 也有村民說村內已經預先談好選誰才投票 當然關注民生 實力派沒用的 靠爺沒用的 我反洗腦 有統計公司的人員在票站外向已經投票的選民做調查 在票站門後就見到有工作人員在看守 而地下也設有黃色的禁區 選民投完票就不能在禁區逗留了 而候選人也不能在票站附近拉票 而另一個在八鄉橫台山的票站 投票率就比較高 兩個中已經有7%的人投了票 有人用車專程載選民來投票 而這輛選舉有一人兩票 選民都認為安排沒有混亂 這次來說都是非常清楚的 即是一攬一白 那裏面有職員都講解如何適合的票數 都很清楚 吸引那些我們完全很清晰很清楚的 那你要吸引哪一個也都很清楚的 而票站一共有4895名選民獲偏配來投票 新界西選區有16張名單各續9個議席 投票時間會去到今晚10點半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許沛之報導